秦始皇修的路,为何能两千多年不长草?专家,你看它下面埋着什么?秦始皇,这个名字在中国历史上如雷贯耳,他统一了六国,修建了万里长城,焚书坑儒,留下了无数的传说和争议,但在他的伟大事迹中,有一个显为人知的成就,秦执道。 这条道路被誉为中国古代的高速公路,不仅在当时起到了重要的交通作用,更是成为了历代王朝的主干道,秦执道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令人惊奇的是,他至今寸草不生,那么,秦始皇究竟使用了什么方法,让这条道路历经风霜,依旧保持原样呢? 欢迎收看剧谈史,点个订阅,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 自诩得见三皇,攻盖五帝的秦始皇,当然不满足,只是灭掉六国,他既想让自己国家的领土越来越大,也想自己的帝国长治久安,所以开始对外扩张,首当其冲的就是,北方趁中原内乱而浑水摸鱼的游牧民族,匈奴,匈奴部落在战国末期,往往利用骑兵的优势,对中原发起进攻, 中原诸侯国因种种原因无暇顾及匈奴的进攻,只能被动修长城防守,从而让匈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越来越放肆,秦朝建立后,秦始皇有效解决内忧之后,终于不想惯着他们了,开始把目光对准北方的匈奴了,希望解决这个心腹大患,秦始皇不愧是卓越的军事家,他对付匈奴有一整套法子,一方面派大将军蒙田帅三十万大军攻打匈奴,迅速夺回河套以南之地, 之后更是将匈奴侵占的六国故土全部收复了,另一方面,他根据匈奴人善于骑射,却难于攻城的作战经验开始造成, 也就是在之前诸侯长城的基础上,扩建连接,修成了铜墙铁壁般的万里长城,用来恶守关爱,抵御匈奴,经过秦军的行动,有力地打击了匈奴的嚣张气焰,制止了匈奴人对中原的无止境的掠夺和侵略, 让匈奴不敢南下而牧马,促进了我国北方民族的融合和发展,值得一提的是,秦始皇他为了方便行军,也为了保障北方各地军队的后勤,他开始修建高标准,高要求的迟道, 就这样,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诞生了历史上第一条高速公路,它起于秦朝都城咸阳,终于长城边的重镇九元郡,全长七百多公里,穿越十四个线,路面最宽处约六十米,一般亦有二十米,路上还有相应的驿站,烽火台,少恰等设施,这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秦直道,在地图上看,笔直纵横城南北走向的秦直道,像一只锋利的剑,横贯东西连绵万里的长城,又像一张宫, 张宫搭建,正是射向北方敌人的架势,秦始皇修的这条要道,不仅是当时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命脉,而且在后世也影响了千年,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历经千年的风吹雨打,在没有水泥或是历清之类的物质修建的秦直道,却几乎不长草,这着实有点令人匪夷所思,不少人带着这个疑问,开始认真研究起了,经过专家翻阅古籍和实地调查,考古专家们得到了结论, 也对古人的工匠精神钦佩不已,修建这样一条大道,对于当时的技术和条件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秦始皇对此工程的要求,却是严格到了极点,他要求道路必须是直的,不能有任何弯曲,而且宽度必须统一,不能有丝毫的偏差, 为了达到这样的标准,工匠们不得不采用了一种特殊的工艺,首先,他们对土壤进行了特殊的处理,通过加入一些特殊的材料,使土壤变得更加坚硬,不易被风吹走,接着,他们又在土壤上铺设了一层厚厚的石块, 这些石块都是经过精心挑选和加工的,确保他们的大小,形状和质地都是一致的,这样,即使是马车经过,也不会对道路造成任何损害,当时的工人们发挥了聪明的大脑,再采用了精湛的技艺,对泥土进行了特殊处理,将泥土分围上中下三层,工匠将土壤进行烧炒,利用高温将土质变得十分细腻,也让土壤里的有机物全部被烧成灰, 而且加入了特殊材料,增强了土壤的坚硬程度,然后,在土壤上铺设了一层精心挑选和加工的石块,确保了道路的坚固耐用,这样做可以大大阻断植物的生长, 之后再铺设一层带有盐碱物质的黄土,并且一遍又一遍夯实这些黄土,使得道路像铁疙瘩一样,隔绝水分和氧气,让植物根本没法存活,所以如今即便是过去了两千年的时光, 秦植道上才会寸草不生,但这并不是秦植道不长草的真正原因,真正的秘密,隐藏在这些石块的下面,欢迎收看剧谈史,点个订阅,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 据说,当时的工匠们在铺设石块之前,现在土壤中加入了一种特殊的草籽,这种草籽可以迅速生长, 但它的生命力却是极为顽强的,即使是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中,它也能够生存下来,而且,这种草籽的生长速度是非常快的, 只要有一点点的水分和阳光,它就能够迅速地破土而出,因此,当这些草籽在土壤中生长时, 它们会迅速地吸收土壤中的所有水分和养分,使其他的植物无法生存, 这就是为什么秦植道上始终不长草的原因,而这种草籽也成为了秦朝的一个重要的军事秘密, 因为只要有这种草籽,就可以迅速地修建道路,不用担心道路会被草木破坏, 这样的工艺和技术在当时无疑是前所未有的,但秦始皇并没有因此而满足, 他还下令修建了其他的道路和桥梁,确保整个国家的交通都是畅通无阻的, 这也是为什么,即使是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 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那些古老的道路和桥梁,它们都是那么的坚固和完好, 此外,道路的铺设材料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历史记录显示,秦始皇下令采用特殊的沙土和石块来铺设道路, 这些材料具有特殊的性质,能够有效抑制杂草的生长, 另外,在铺设道路之前,还会在地面上撒播一种特殊的草籽, 这种草籽会被沙土和石块覆盖,从而防止杂草的生长跟现代的铺路方式差不多, 秦始皇对道路的维护和管理非常重视, 根据历史记载,秦始皇下令设立了指导管理机构负责道路的巡查, 休息和清理,他要求官员们定期巡视道路, 清除杂草和破损的石块,保持道路的整洁和通畅, 同时,道路的设计和施工技术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秦始皇的工匠们在道路的设计和施工中运用了一些先进的技术, 如水平仪、测量工具等,有出土表明有雏形类似水平仪的工具, 这些技术保证了道路的平整和笔直,减少了湿气和水分的积累, 从而减少了杂草生长的机会。 秦始皇成功地使得道路免受杂草侵害,保持了长久的整洁状态, 这不仅提高了道路的使用效率, 也展现了秦始皇在工程技术和管理方面的才能。 要保持道路不长草并非易事, 这需要持续不断地维护和管理工作, 但是,随着秦始皇的统治结束, 道路的维护逐渐减少, 最终草木逐渐侵蚀, 道路也渐渐荒废, 除了以上的说法之外, 还有其他的说法, 根据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 秦始皇的工匠们在铺设道路时 使用了一种叫做芝石的特殊材料, 这种材料是一种由质地坚硬的石头 与动物脂肪混合而成的混合物, 在道路铺设时, 工匠们将这种混合物均匀地涂抹在石板上, 形成一层类似于光滑的润滑剂, 这种特殊处理的道路具有几个显著的特点, 首先,润滑剂可以防止石板之间的空隙 进入杂草和雨水, 从而保持道路的整洁和干燥, 其次,润滑剂还能减少摩擦力, 使马车等交通工具更容易行驶, 提高了交通的效率, 最重要的是,润滑剂还具有防腐蚀和抗老化的作用, 使得道路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秦始皇修建道路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便利交通, 更是为了巩固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这些道路连接起了秦朝的各个重要城市和边境防线, 加强了军事防御和行政管理, 通过修建这些道路, 秦始皇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将国家的力量传达到每一个角落, 随着时间的推移, 秦始皇的道路逐渐被后人遗忘, 但他们却一直保持着与当初一样的状态, 经过两千多年的时光洗礼, 这些石板道路依然没有长出一根草, 仍然保持着他们的完整和光滑, 这正是秦始皇独特的修路方式和材料处理的结果, 今天, 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些残留的秦制道, 他们带给我们了解秦始皇时期道路建设的珍贵机会, 秦始皇修路的历史价值和工程成就不可忽视, 这些道路不仅为古代交通提供了便利, 也展现了秦朝在工程技术和管理组织方面的卓越能力, 通过这些道路, 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和理解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决心和智慧, 历史解密总是给我们带来无尽的惊喜和启发, 在了解和研究历史的过程中, 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现在和未来, 希望通过这篇文章, 你对秦始皇修路的历史解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同时也能对历史保护有更多的思考和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护有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